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是四川的 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 尤其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首儿歌 就把这个气氛大致上也表现在里面了 我先念国语了 花枕头 朵朵花 中间睡个胖娃娃 娃娃乖乖睡 明天起来学排队 排队到南京 打死日本兵 那四川话就讲了 花枕头 朵朵花 中间水果旁娃娃 娃娃乖乖睡 明天起来学排队 排队到南京 大事日本兵 嗯 明天啊 我考虑自己的这个星期